我們關心一個最新的消息 代替宿控制車廠都很久做好 兩星期經過花蓮在露燈的時候 那像是去告到一顆酒頭 提出去告獎 現場是董在那裡差不多九點鐘了 九分鐘了之後再繼續 經過調查發現是一個年輕人 在鐵騎路白酒頭做成的 這個案件發生的地點 附近並沒有三坡也沒有八坡 都是白白的 經濟中國警方的調查 發現這是跟一個微生連有關係 跟他有討論 這個年輕人是有生日說 是他在鐵騎路白酒頭 警方信後以公共危險罪 跟年輕人事件處理法 含上年輕人法定來辦理 如果鐵騎路警察局也強調說 鐵騎路是油管代表運輸的安全 就算是一顆酒頭 也有可能會發生白白的疫苗 會有民眾不可以走一去鐵騎路的 也不可以黑白等東西在那裡 這是違法的 除了要不認破犯的疫苗 甚至也還有情緒之心